據說15年的英國女人羅德斯 近日決定舉家搬回英國 她和丈夫在8月5日 帶著兩個小朋友上飛機 想不到在搭機途中突然死亡 小朋友雖然坐在旁邊 但以為媽媽只是睡覺 直到抵達德國轉機時 她才被發現 事出突然 不得不將下的遺體 暫時留在德國 一家人先搭機回英國 不幸事件發生後 親友在眾籌網站幫忙籌款 希望大家可以幫助這家人 籌集溫鬆遺體 以及舉辦喪禮等相關費用 英國外交報回英指 他們正為這家人提供協助 並且與德國當地政府保持聯繫